好 我们接着早上 这个就是 我们接着就是 这个贵神 这个神鬼 及诸天某亡良妖精 以三昧时千来恼如 然比诸魔虽有大怒 比城牢内如妙节中 如风吹光 如刀断水 了不相处 如如汇汤 比如煎冰 缓气见灵 不日消云 图示神力 当为奇课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如果有磨现前 这个时候就是 虽然磨有大怒 磨有大怒 他想要来干扰 但如果他这些尘老 是因为你受用他以后 才会被磨所恼 被磨所恼 如果你能 就像说他这里讲说 如风吹光 风吹光当然不动摇 刀断水也断不了 了不相处 所以所谓磨脑 基本上是因为 你取他的相 你取这个相 所以如果从这个点上来讲 就算没有磨 那你着这个相 是不是在某个意义上 也就是磨 这个不关于是说 磨来饶你 你如果能掌握这个分寸 你自己能对这个法安住不动 那他就算在饶 也如风吹光 如刀断水 他是断不了你的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 因为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能掌握这个 他就像为磕 磕就跟你无关 就算他再有大怒 再有大神力 他也不能干扰到你 他现在说 彼如煎兵 缓去见灵 就是说 你入会汤 他如煎兵 缓去见灵 不久他就会消云掉了 就算他有神力 对你来讲 有这样客一样无关 成就破乱 犹如心中 五蕴主人 真正让你颠倒的 其实是 你自己的五蕴 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谈到说 你为什么你能到地狱 不是其他 不是磨来引导 是你自己的心 让你到地狱的 并不是磨来让你地狱 磨只是在扰乱你的心 扰乱你的心 你受其扰乱是你的心 带你到地狱 并不是磨带你到地狱 所以从这讲到 犹如心中五蕴主人 那成就这个破乱了 是你的五蕴 犹如心中五蕴主人 主人落迷 可得其变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 像我们现在修学佛法 整个方向是不是有点就倒过来 我们会祈求 比如说祈求天 祈求很多 利用种种的外在因缘 来保护我们自己的道业 祈求加持 祈求保佑 但其实它根源在这个地方 这其实是佛法的主要精神 但末代之后 我们的学佛是不是都一直往外求 我们一直用一种畏惧的心 寻求三宝的加持 想用所有的方法 用尽所有的方法 希望我们的修学佛法 怕有磨来饶 怕有种种的一些障碍现前 可是问题是 这个当然可以求 尤其是在我们道业未成 尚未兼顾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求 但它只是一个过程 而且你要知道主要的原因 你如果你主人要破乱的话 谁保佑也没用 是不是 谁保佑也没用 所以你自己在这个法上 你在五蕴造作当中 你能不能坚持自己的 基本这样的一个正知正见 这其实才是关键上 你不会远离磨绕 这个关键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我们修学修到最后 我们的自我信心一直褪败 当然我刚才讲过 这个诸佛菩萨护好隆天的保护 是不是有 当然有 这个保护为什么有 就像现在的保护 警察保护你一样 总会没有 当然有 但如果警察保护你 你自己要去造业 那就没办法了 你不能说因为有警察的保护 你说所有的问题都没有 不是啊 是不是这也符合世间的这个道理 它的确有保护的作用 但问题这个保护是在什么场合里面 才发挥作用的 那这个整个修学佛法的气氛 开始都导什么 导过来的 我们一直是往什么 往外求 而不知道如何守护自己内在 所以这个地方他讲说 成就破烂犹如心中五印主人 主人若迷克德其变 那这个克什么 就是自信某 自信某 这个我们再看 当处缠纳 觉悟无获 则比摩世无奈如何 如果当处你能觉悟 这个我早上有谈了 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境 就是我们常都有一贯的那个 你说他有没有 有 你说他有没有 没有 这里面是一直还原他的真相 这个觉性是最容易远离摩的 所以当我们当处缠纳 是不是有缠纳境 有啊 那觉悟无获 我却能如实知道这样的缠纳境界是因何而有 因为你唯有知道他因何而有 你才能怎么样 以身善令增长 是不是 你才有增长 因为你必须要觉知他这个东西 对你到底究不究竟 恰不恰当 也就是说乃至偏不偏颇 你必须要从中开始学 所以当处缠纳 觉悟无获 则比摩世无奈如何 换句话说 这个摩世 很多摩 其实跟自己有关 是不是 所以你注意啊 像很多 这个摩有时候是慢慢酝酿 慢慢酝酿 所以一开始这个知见必须要建立 因为我们在修行当中 因为我们不能正知见 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 经常会慢慢用自己的想法 赋予佛法某种形象 某种意义 而这个味道一旦形成 这一种偏邪的部分 就是你磨脑的接触点 就是你磨脑的接触点 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想说 你又不能说他不是善法 问题他不究竟 那我们是不是要还原 他是善法 但他未究竟 你只要做到这一点 他是善法 你要如实之 你这样才能增上 他未究竟你要如实之 或者你会做磨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都是 重要都是 能这样远离这些障碍 是不是智慧 或者的话 你就算持咒语 你用一个颠倒心 你用一个颠倒心持咒语 它能有多少作用 是不是 如果光只是靠着外在的力量 能解决的话 那我常举例 如果靠外在的力量能解决 早就解决了 是不是 诸佛菩萨的慈悲哪需要你求 所以这个源头就是说 大家必须要 又怕火定那一份得 比如说 从外来的加持力量 感应的守护力量 你不能火定 就像先前 但你也同时知道 当你要去 要得到这些守护 诸佛菩萨也同样 必须要什么 二事成决定 也必须如此 你看 因消入民 则笔勤写 嫌受 因消入民 则笔勤写 嫌受忧气 名能破案 这个则的用词 有时候会让我们读的有点怪 因消入民 这个其实不是则 诺什么 诺什么 所以这个词有点说 如果用的 比勤邪嫌受忧气 现在 因消入民 民能破案 尽至消云 如何敢留 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勤邪 因为向来都受忧暗之气 那受忧暗之气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是光明的 所以 所以当我们去觉知他的时候 等于是 透露光明 因消入民 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因消入民 民能破案 尽至消云 就是说 他会慢慢慢慢的这样子 消云掉 怎么敢留 因为他是对立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正见真上不多恶道 为什么是这样 你就问恶道是什么原因 你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看全面三恶道的因缘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起正知见 起菩提心 你说这些 这一个端正的心就像怎么样 明能破案 明能破案 好 明能破案 因为他不相应 因为他是忧暗之气 他是直取的 这个是智慧的 好 那什么明破什么案 相似世间善 只能破世间这方面的染污 若是活法的解脱之间 能破到哪里 如果你具有波子的智慧 它是什么 它是破到底层去 等于是啥 到骨髓里头 你知道吧 你可能休学很久 但改不了你那个本身的颠倒气质 你唯有波子 而这个波子的一口气就串到里头 因为所有的问题来自无明 所以解决问题 能去除把这个光亮 入到里头 所以这个光亮 我们比喻的是光亮 对不对 但问题什么才是大光亮 波子的智慧 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习后 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 一定要学会心开异节 因为那就是光明 对不对 才叫做消我异节颠倒无想 那直接透到里头 所以这个应该是 我一直在讲到 这个应该是我们录到之后 念之再之 这是大功德处 我们为什么会想持戒修定 还不就是为了这个 是不是 就是为了这个 我们有的正见正思维 然后正命正乙正义这些 都是为了成就正念正定 那什么叫正念正定 就是全面正见 如果这个正见正思维没有的话 后面这些是走不下去的 这我们在以前讲过八正道的时候 就有谈到 这经典里面都是在谈这个 这个根本的智慧 我们现在建立的就是八正道的正见 就是四地制 就是现在在讲的 唯有你建立的这个八正道的正见 这是道之体 这个体有了以后 其他八正道是依他才叫八正道 或者说他不具足 是不是 这就讲明能破案 是不是 所以在浦门平 那个词大家常念的 是什么 有一个观世音菩萨 那个有一个词 念笔是什么 观音力 怎么样 类似也是消这个业这样 大家的意思知道 因为我没有念没有背 但我的意思 这个其实也是如此 所有的佛法 是不是从这里得到最大的 这个价值 所以像金刚经里面 他疲愈也是这种 算数疲愈所不能及的功德 你看 他也唯有这样 才能见如来不是吗 他也才能见如来 所以我要讲说 你今天如果要个别个别破魔 你说你破得完吗 因为那个魔都是你招来的 是不是 除了外在魔之外 前面讲你看 有诸天魔神鬼 烦恼魔 尤其这个里面 他一谈的是 有如阴魔 如阴魔或天魔 你光自己执着 自己起来 自己起颠倒 自己颠倒 耳朵落 是自己 但如果你能了解这个东西 所有魔是怎么样 认他来 所以你看 不要说佛陀 连治耳大师太滑顶风降魔的时候 也依到同样的境 你能不能想象你打坐的时候 我们现在来想象你打坐的时候 师仔有个大蟒蛇过来 你会怎么样 你能想象你现在在你坐的时候 突然你打坐到会常好 突然有一只蛇 眼镜蛇 这样 你会怎么样 就完了 就完了 晕了 你又讲说 鲁鲁不动 是不是鲁鲁不动 你又讲是假的 不是他真的 你知道真蛇来 真蛇来你会怎么样 当然跑 当然跑 可是如果摸来的蛇 是真还是假的 他绝对不会让你看成假的 看成假的 那个魔也程度太差了 他回去会被他魔王修理的 你那么差还行 功夫太差你在这里演什么 当然你看到的就是真蛇 你看到的就是真美女 可爱静 就是真恐怖静 你走到一半突然有一个穿白袍的 懂 你就无怪骨有蹦无妮 就晕了 他就是这样真 所以我刚才讲 是不是要闪 如果真蛇来你要不要闪 要 但是不是假如你一直用这种态度 你的魔障大概就跨不过了 因为磨现出来这些恐怖像 也绝对不会让你认为是假的 刚才我用一种比较陷阱来讲 说真蛇要不要跑 我们就讲真蛇当然要跑 问题磨出来的蛇哪会让你当做假的 所以你一路都是用跑的 所以你一路都是用跑的 用对立的 你就必须有时候 那你要下肚子 要真来 我就不用怕 结果被咬死 怪你 这个只能宽以业障重 不要怪我 问题如果 你终究在真正修禅定的时候 到头 是不是会有这些经能 你想你要处理魔会放着 让你这样处理 那请求你献出大蟒蛇 献出极为恐怖之相 你应该怎么样 你是不是平常就开始要练习 一切相要有勇气 这种坚忍的意志 包括你的知见 你一开始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一切就要蛇 乃至万一真蛇 万一是魔镜 就是我为法忘须 就这样 你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或者的话 你哪里脆弱 是不是很容易就被打倒了 摩羯都不会陷那个 你会让你看出假的 所以当你面对这种经理的时候 不论真假 我坚持不起做 是不是要有种 终究一定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所以你看过去大德门他面对魔障的时候 狂风暴雨 种种灰形鬼怪这些东西 你说那个欠你幽魂长得很漂亮那种的 没有不会那种的 那种太漂亮了 那是演戏 那个太无聊了 那个谁怕 对 如果他飞过来 结果鬼被你瞎晕了 你比他还凶 你把那种想象一下 这一份的一切恐怖一切境界 是不是 也是磨绕 也是你心去取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要准备突破 对修行要有一个重大的进步突破 是不是要有一个很断然的决心 我一直跟大家讲 如果你今生想要一口气 能往生进度 要有所成就 你务必一开始要做好正确的认知 你不一定现在能完全放下 但你一定要知道 所谓一心不乱自心心的 就是全部放的意思 自心 没有一丝好留恋的意思 你唯有带着这种很务实的 很坚决的这种认知去修行 也才有一点点希望 我认为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的决心 做不到是现在是做不到 但你是不是应该一开始 标准就拿到敌 不要有一些苟且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我们讲 现在我们就是不断在酝酿最后一集 那现在就开始 而且我们在料这个敌人 必须要很务实 中间留有一丝苟且 偷安这种模糊的 就经常会拜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 那就是你的爱着不是吗 你说哎呀 魔会抓个缝隙 不是魔抓的缝隙 因为这一个执着自己会先 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讲 但转到现实 我为什么要用这种转到现实 因为唯有你转到现实去模拟 你才能知道我们今天对这个 我之前有举例 比如说现在有个鬼屋让你去住 深山里面听说有鬼屋 你有没有住 到底有没有啊 你那一天晚上大概都坐不下去了 应该不会有吧 万一有呢 光这样想就一夜难免 最后睡着是因为熬不住 睡着了 应该多恐怖 所以有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主动 积极的去说 去面对 你如果用躲避的 永远阴影都在 所以如果这是鬼屋呢 我们看到有些人 蟑螂这个 这个说要度化众生了 就看到蟑螂跳到桌子上 这种 这就不要说什么 所以我之前不是讲的 你看那个我们到普里加耶 看到那个眼睛舌更大 不然没办法遮雨啊 嗯嗯 有一个盖子这样 你看那多大只 你吞下去都没什么感觉 那么大只的蛇啊 有没有 有 起来 那人家是好意来 proof everyone 在跟你遮雨 遮阳光 噔! 呃噗! Pereyuh! 噔! 它 这一只本来要护法的时候 心里受到创伤 师傅 对不起 让你吓、好了 我本来是要护法 很抱歉 他很内疚,因为他本来要护法 结果把你吓晕了 一直跟你道歉 那个蛇就一直说对不起 不过你又讲说不用道歉,你赶快走 你太大直了 他说是不过牙齿太昂寒 不然下次我把牙拔掉再来 那个蛇不是两只,那个牙很重 他说下次我要把牙套套 不然我就拔掉再来 因为师父我实在是好意保护你 不过我看也不用了 因为反正你也打不了那个成功 那个境界 我暂时等你,好了我再来 讲妥了 当初我本来你可以做得那么庄严 想出来保护,结果吓找你的 阿弥陀佛,对不起 すみません 就晕了 就晕了 阿弥陀佛 所以你看我们要想说 一个人准备要突破 绝对不是软弱之人可以做到的 解不是软弱之人可以做到的 如何感流老乱禅定 若不明悟 被阴所迷 则如阿难 必为魔子 成就魔人 为什么叫魔子 魔人 看错了,以以为真 反正是颠倒的 从此之后 用同样的东西引诱别人 误导别人 那不就魔 是不是 你以为 你以为 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也当魔去 不是吗 也就是说你心不饿 但你的作用跟魔还不是一样 为什么 你心不是恶 但你的作用跟魔会一样 为什么 就是缓进定众生是被绝合成的 如摩登且 苏为秒裂 就是说 秒就是盲 卑微 彼虽咒如破佛律 八万行中 只毁一戒 心清净故 尚未伦逆 所以你看 佛在看一个人 他是看到 如果从一个外向来讲 这是一个重的 对不对 何等重的罪 问题 他这个重不重 是要看那个烦恼重不重 是那个烦恼心 有没有将身心给裹护起来 所以你也可以外围很庄严 但你外围很庄严 可是心是极为完顿 是不是 极为完顿 那这个照样还是成立的 你看他说 他是非常的卑劣 他用咒语把你困住了 但其实也破火力 但他就是破这个 救其其他本质 是清净的 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 我们是不是一直珍惜那个最重要的 就是说 本身 还有没有机会得度 有没有成为法器的因缘 法器 是不是 如果有这个因缘 就会想要让他成就 因为这个是给他最大的利益 就是让他有机会处理三界 不再受轮回苦 所以他尚未伦理 此乃灰如宝绝全身 如窄成家 呼逢寂寞 婉转凌落 无可哀救 其实能灰如 就毁坏如宝绝全身的是什么 被因所谜 被因所谜才是那个 或者的话 像若光光就摩登茄 他就换这个戒 这个戒 基本上他其他地方 心清净故 尚未伦理 所以他能征到阿罗汉 是不是 那关键在哪里 其实就是 会不会被迷 那阿难跟摩登茄尼 最重要也就是 他对五蕴的造见 他从一门路当中 他能不能造见五蕴 从这里来论其果位差别 依无违法而有差别的 是不是 所以你要讲说 你我们现在 如果 此乃灰如宝绝全身 就是说 我们一旦 这样的清净 其实就是被这个自己 对色受想形式的一种染拙 而掩盖了你的清净法身 那这个清净法身 就好像宰神家 突然被人家剥夺 这个高官的地位 那沦落到民间去 无可爱救 变成贫贱之人 本来是显贵之人 只因为被剥夺 那其实就像 我们原来清净 只愿于吃无名 结果就沉沦在那边 好 这个就是 你如果被阴所迷 那就变成魔子魔人 就完转 也是完转 也是辗转 不断的这样一直沦落 那现在如果你能找回原来的 找回原来的 当然就恢复他原来的尊贵身 如果没有的话 你居是迷移这个五蕴当中 这就是 遮毁坏你的宝绝全身 阿难当之 如坐道场 消若诸念 其念若尽 则诸离念一切精明 动静不移 亦望如一 当住此处 入三摩体 那个 我们应该怎么样 如坐道场 我们现在有没有坐道场 道场 道场 这个是外在道场 依道而行 才是道场 那住道场 你有功 你有德吗 有格吗 你有这个格做道场 做道场 你看到活才究竟做道场 所以我常讲就是说 你 我们不是之前有一篇文章叫 立道之场 道的场 没道如何道场 道场 道场 道场有道 道在何处 若没有道 如何名为道场 那是一个外在的建筑而已 那你现在能不能坐道场 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所依法在实践 没有的话 你如何坐道场 你消弱诸念 你不要再走到那个外道的那种 把这个念都把它填掉了 简单来讲 用前面讲 不要被阴所迷 如果要顺前面的话 你不要再对五蕴产生颠倒之躯 这才叫消弱诸念 其念若尽 这种妄想要是止住了 这诸离念一切今明 这个离念的 就离妄想的这种真实的实相真如 动静不移 亦望如一 就算不管是动还是静 你有想到或是忘掉 它没改变过 都没改变过 当住此处入三摩提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 从这个道理我们应该讲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是不是 削弱诸念是不是因无所住 因而生其心 就是当住此处 入三摩提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必须要唯有守住它最根源 那就是说等于是 我们透过佛法的 这个什么大毗博设 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一切处 找回最根源的真实 一切 依着法 因云和住 云和降乎其心 那因云和住 云和降乎其心 就是削弱诸念 怎么削弱诸念 若见诸相飞相 那你就必须要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如路亦如电 因作如事观 是不是就是这个 它本来也是同一个路 那当我们想一想 要观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它也不能用自我催眠 是我真的去看到一切有为法 果然如梦幻泡淫 不是我只是不断提醒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你这样的催眠不一定有用 你必须要实际上去有为法 看到它的因缘 果然是如梦幻泡淫 你要如实 你这个心才能怎么样 才能见诸相飞相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 都会有一个态度就是说 怎么说没有 明明有啊 这个态度反而是好的 明明有啊 为什么佛法说没有 明明有啊 所以接引人 明明有啊 对啊 怎么有 你跟我讲怎么有 这样有啊 明明有啊 这样这样有啊 终于不这样 这样这样有就这样没有了 如果这样有是有的话 就矛盾了 对 如果这个东西 如果是有的话 比如说明明有苦极灭到啊 那龙树不这样 如果有苦极灭到 就无苦极灭到啊 如果苦极有的话 你会破苦极灭到啊 我因为从空才安利 真正的苦极灭到啊 你讲有 反而是遮无 变成没了 我讲没有 反而安利失地 我知道 无来者 无去者 无去法 所以我才能说出去者去法 如果你说有死有去者 那这个去者是依什么安利的 好 那去者一直去啊 是因为有去法才叫去者呢 还是因为去者有去法 可是问题没有离 离开去者没有去法 离开去法没去折 这两个东西就像因而生 所以去法不可得 去者不可得 了解去法去者是因因而安利 所以对某一个从那边来的我们讲 如果从我们这边去哪里叫去者 对那边的人叫他来者 是不是 我现在有人从别地方来 我们叫来者 因为他本来不在这里 如果从他来的那边 是不是叫做去者 因为他那边离开了 我们这边他没到 现在来了 所以他同时又是去者 有同时又是来者 所以去者来者 有没有真实一个去者 没有啊 这样你们这个都要学 因为去者只是一个因缘 定下来的去者 所以有没有定法叫去者 如果定法叫去者 他永远就去 因为这自信法一直叫去去去去去去 所以在某个因缘定名为去者 实际上没有去嘛 没有去者去法 当然这个一下子 有人没有学习过 就会有困难 你看这个就是 我们越来越熟悉的时候 我们就会转到这里 因为我们目的在什么 消弱诸念 我们必须要给我们执着的东西 找到你执着是错误的 我们要给一个实在理由 第一个从逻辑上就不存在 从现实中更是不存在 从道理上火定理 从现实上火定理 让你想止都止不来 佛法谈的就是这个 这才叫心开意解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说 诸离念一切精明 动静不移 亦望如意 不管你有没有想 因为他不会动的 所以不动 这一切诸法 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意识到他 他就是信向空击 他就是真如如不动 所以我们一切法 真正的精进人在那里 就是一切依循着这法 虚余之间都不离开这条真正精进 这也叫做做道场 那我们可能在道场很久 从来没有真正的做道场 如明目人处大幽暗 今性妙境心未发光 此则名为色阴趋于 就是说有眼睛好的人处在大幽暗 这个今性妙境心未发光 它起不了作用 它本能 本能是不是可以看 因为没光 所以变成起不了作用 起不了作用 那心未发光 此则名为色阴趋 就是色法 色法 因为我们执着色 那对色不了解 如果落入色这一区块的阴暗处一样 不能如实之见色法的真相 这叫幽暗 就是迷在色法里头的意思 迷在色法里头 所以色本身的真相 我们看不到 因为我们的心未发光 我们未能照见这个色法 因为我们心未发光 所以我们就迷什么 迷自己心所限色法 是不是 这个色法 没有离开你的心 所以你的心未发光的时候 你会掉入到 你自己所显现出来的色 色的状况里头 所以第一个 我们前面这个讲 一个刚开始 那个词一下是 看一下 能不能 赶快 找到 这里面 待会再找一下 其实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 唯有我们的智慧才看到真色 是不是 真色什么 真色为空 因为有空之智慧才看到真色 真色有没有色 没有吗 有啊 有色啊 有色的原倾向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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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如何转世成智 是不是 他有这个真 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色啊 同时知道色性不可得 但有色的因言相 这个整个何来才叫真色 不是只有一个真色 不是只有一个真实的 有一个不变体的这个色 因为他不离开如来葬心嘛 是不是 因为不离开如来葬心 依众生分别而显现了 你如果了解这个整个色因言 你就知道真色 是不是 所以 你必须要从这个色当中啊 你不了解的话 就被辞取这个色 迷以这个色 就处大幽暗当中 但实际上 你即便处大幽暗当中 它实相就是如此 只是因为你心未发光啊 迷惑于这种色镜当中 迷惑于这个色镜的缘起 迷惑于这个色镜的现前的这个镜像 迷惑 这叫色云趋雨啊 若目明昂 十方动开 无复幽暗 明色阴静 那色阴你看那个阴是什么 五蕴嘛 色阴 那你要知道色从哪里来 色从哪里来 所以当你能如目明昂 如目明昂 其实最重要是应该讲什么 心未发光 那应该我们这里如果要讲的话 因为前面表明如明目人 处大幽暗 所以他本身能见但处在大幽暗 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他什么 心未发光嘛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 若心目明昂 这样是不是比较适合 因为他前面光有眼睛也没用 因为他的智慧未开 所以我们讲说 若心目明昂 是不是十方动开 这时候就能了解这个色运因何而来 那色运本身有没有离开无明照座 是吧 如果这个无明没呢 那色法是不是就转了 这个在转的过程还不是这样 不是要彻底转 这过程当中 随你的发心 你的色法就变了 是不是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是不是你的色 到了 世禅的时候 那个色是不是什么 极为精微 随着他的心 所以他天人的色相 色身比我们就庄严多了 品质好了 我们比较粗糙 我们的大石块 人家是磨的那种大理石 很亮的 我们就是很粗的 是这样 世人则能超越杰左 为什么能超越杰左 我们现在在这个杰当中 我们再看三十五页 三十五页 三十五页 我们看这个第四行 底下 毁昧为空 空毁暗中 结暗为色 对不对 在混沌当中 这种混沌里面 模糊当中 唯空 形成一个空洞 其实就是 在这个空洞当中 空毁暗中 结暗为色 第一个 我们在混沌当中 现出空无所有 而在这当中 又因起心 在空中当中 暗立色法 结暗 为什么暗 有直暗性 有遮挡性 所以我们内心 在这种一片 自己也是一个颠导 现出虚空相 从虚空相当中 心又造作结个直爱相 就变成有什么 结暗为色 是不是 好 那另外我们在这个 一一五页 一五页里面不是有谈 这个一五页倒数 倒数第四 如见虚空 辨十方见 空见不分 有空无体 有见无觉 相知妄诚 是第一重 明为解佐 好 我们在这种空色交互 参柔 产生的妄想 会形成是吧 就像前面讲 因空相对就有色 由空跟色就形成世间 世间之后 是不是有一个 沉住坏空 沉住坏空 是不是就是结 结佐 是不是 结佐就是看寿命 这个时间 寿命 那个时间变化 世间如何变化 就结 是不是 那这个世间形成了 沉住坏空 其实有没有离开色法 没有离开色法 所以当我们对色法 有所突破的话 那个结佐 是不是对你来讲 就超越了 为什么会有沉住坏空 你去指的不 其实整个结佐 还不仅是这样 但因为它 重处于世间的 沉住坏空的变化当中 是不是以这个世间 沉住坏空为相 对不对 在空中有色 色中有变化 那我如果这个色没呢 你哪里变 这一份结的世间的 那个世间的长寿 长寿短命 是不是从这里就变了 所以 当一个人 越来越不知所舍的时候 是不是也比较长寿 所以我们离开欲 离开舍 其实那个寿命都 越来越长 因为它的身柱 一面相 越来越少 我们在这种 短短暂暂的一种 词曲当中 身心一下变化 时间短处 所以在这之间 如果色因 色因静 就是 十方动开 就是智慧动开 无护幽暗的时候 色因静 这个就是超业杰拙 好 我们学习一下 感谢 感谢 有еюсь